想請教一下 莫德納150萬劑打算怎麼運用 會不會開放第一劑或者是混打 那另外一個 問題是BNT有不少國外的專家說打一劑就好 現在香港好像也定調了 那指揮中心怎麼看 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家長都在討論 這方面的顧慮了 那目前第二劑的意願書 有沒有已經發下去了 謝謝 好 莫德納部分 因為他是今天來 那經過這個7天的封堅檢驗 然後他還要解凍 所以我們在第13期 因為第13期只有5號到12號 會趕不及 所以目前規劃到第14期 就是 13號以後 那目前還是主要 在這個部分先以莫德納第二劑 也就是說第一劑接種滿10週的部分 先規劃 那未來是不是提供第一劑或混打的部分 那 我們還在評估當中 那有關BNT的部分 有關 給這個校園 12到17歲的這個學生接種的部分 那先前事實上 我們會說 就是會再請ACIP的這個 委員在針對第二劑 這實施到底是否利大於弊的這個部分 再來做一個評估 那主要是看 這個國際的一個文獻 還有其他國家推動的情形 針對這個部分來做施行 那再來就是有關 這個 醫院書的發放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是 會請教育部這邊 請各縣市 各縣市的這個教育局來幫忙發送 目前 應該還 可能還正在規劃階段而已